小瓜,你好 騙伯好 我今天請你多一點說佛法 這個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需要佛法 所以請你講佛法 謝謝騙伯 我叫小瓜,我來自台灣台北 很高興這一次能夠來到 美國大圓滿壁關中心的台下壁關 我現在就將我這幾天學到一些 對我來說比較有感覺的佛法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一個 我平常是一個非常忙碌的工作者 那之前其實在我的生活當中 就是常常都會有一些困擾 那也是因為我自己 因為太忙碌的關係 所以在工作上也會面臨到一些 不知道怎麼解決的問題 那在許多年前我認識了 Kembo Chikka永波切 是他徹底的改變了我 然後讓我的一些想法也都改變 那我之前就有問過Kembo說 在我的工作這麼的忙碌啊 我要怎麼去學習佛法 因為我之前都想說一個學佛的人啊 他們應該是有很多的時間 他們可以拿法器啊 然後修一整本這麼厚的經書啊 然後一直去念書 才能夠跟佛有相應啊 可是Kembo那時候他就告訴我啊 他就說 其實你這麼忙也沒有關係啊 只要你每天花五分鐘的時間 你去跟佛呢 做一些溝通啊 一些check 然後每天去check你的心 這樣子你就真正能夠跟佛相通了 然後所以 我覺得這一次來到這邊啊 我覺得更有 又更能夠去了解到佛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基佛還有道佛還有果佛 那基佛呢 其實基佛呢 就是真正的快樂 佛就是真正的快樂嘛 那其實呢 我們每一個世界上 每一個有情的眾生啊 其實他的本性呢 本來就是佛的 本來就是很親近的 只是因為有很多的煩惱啊 還有 還有一些痛苦啊 一些構造 把我們的心給遮蔽了 所以呢 我們自心的佛性 就沒有辦法去顯現 就像我一樣 我每天啊 都是非常忙碌的工作 然後我都整個把我的 我的腦袋啊 我的 我的一些 想法都是一直用在 用在我的工作上 所以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跟佛 有任何的感覺吧 所以我都覺得我是 一直在這個輪迴中啊 一直好像浮浮沉沉 然後每天又有一些 因為工作的煩惱啊 一些種 種種的情況 就是讓自己的心情 很沒有辦法穩定啊 那其實 嗯 嗯 就像 嗯 還有像 南海 嗯 南亞海嘯啊 其實我 我 南亞海嘯 就是 在那一次海嘯當中啊 就是有 有許多的 大象啊 他們在海裡面 就是救了許多的眾生 那其實從這一點看來 其實不光是我們人類啊 其實還有動物啊 其實他們也都是有佛型 就比如說有任何的災難啊 像螞蟻還有一些昆蟲 他們也都會紛紛的想要去逃脫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希望 就不喜歡痛苦 而且也不需要我們去教導他 他們每一分每一秒都希望能夠 嗯 就是不要有痛苦 他們都希望能夠快樂 那所以說其實 每一個眾生啊 不管是 不管是你 或者是我 或者是任何一切的 聖者啊 或者是 嗯 他們都希望能夠得到快樂 因為他們的本性本來就是佛 那所以說 嗯 所以說 每一個友情 他們都是有 他們都是 嗯 有成佛的希望 而且也是值得被我們尊敬的 然後 什麼是道佛呢 道佛就是快樂的音啊 那 其實 嗯 大家都覺得說 成佛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其實呢 嗯 其實 就是 嗯 道佛在 嗯 小聖 小聖來說啊 成佛啊 就是必須經過 三大二生七節啊 但是 其實 其實 如果說 我們能夠 心裡面啊 能夠把我們的 二思想 滅除到 嗯 越來越少 然後能夠增長我們更多的善思想啊 一直到 嗯 我們的善思想 能夠百分之百 那 我們就是已經到達了佛 佛的 嗯 我們就已經是佛了 那 其實成佛也不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 那我現在要講道佛 而 道佛是什麼呢 嗯 道佛它就是 快樂的音啊 那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說 成佛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啊 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到 可能要 不曉得多久之後 我才能夠成佛啊 那 小聖也說 要經過 三大二生七節才能夠成佛啊 那其實呢 Kanpo教導我們 就是 嗯 只要我們 能夠把自己的二思想 盡量去 滅除掉 然後 增長我們好的思想 然後 好的思想 越來越多呢 自然就會 嗯 離成佛之路就會 越來越近 嗯 那 當我們的 當我們的好的思想啊 能夠到達百分之百的話 就是 已經成佛了 那 其實呢 像我們 幾乎大部分所有的痛苦啊 都是因為來自我們 我們自己 嗯 不好的思想 還有不好的業 才會造成這樣的痛苦 而且我們不好 就是我們心裡面不好的想法 也會 嗯 去 不好的思想 然後還有不好的業 也會去 嗯 就是不只讓自己會產生痛苦 也會讓一切的 也 也會讓一切眾生造成 造成痛苦啊 那 其實呢 我們自己的壞思想啊 就很像蝴蝶效應一樣 它會慢慢的擴散 感染到整個世界 那如果說 每一個人心中 如果 嗯 有更多的好思想呢 有更多的好的思想呢 就能夠帶動這個世界 越來越和諧 越來越祥和 那如果 不好的思想 越來越多的話 就會有 嗯 就會產生戰爭啊 一些戰亂 五 三 谢谢观看